在西南的大山里 有个名叫满金玉的小山村 这个名字大有来历 据村里老人讲 过去这里遍地是黄金 因此得名满金玉 如今的满金玉虽然没有黄金 但漫山遍野都是森林 保持着古朴典雅的原始生态 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 省美术学院的雷教授一到暑假 就会来到这里 一来消暑陛下 二来在这里 可以找到一些奇形怪状的树根 用来雕刻 因为雷教授是一位著名的雕刻家 这天雷教授背上登山包 刚要上山 突然听到隔壁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 逃过去一看 原来是一个老头和一个卖豆腐的在吵架 其因是老头买豆腐时差一毛钱 而旁边有许多村民正围着看热闹 大家好 这里是关山太保 我是主播于连州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雷教授看着有些生气 这些村民怎么光顾着看热闹 这老头差一毛钱 你们仙殿上不就行了 想到这里 他掏出一毛钱递给卖豆腐的 不料这下麻烦大了 那老头火冒三丈的 让他不要多管闲事 这时 有个村民拉过雷教授 悄悄告诉他 这个老头叫老绝头 脾气十分古怪 所以谁也不敢垫钱 雷教授点点头 把卖豆腐的拉到一边 低声说 他年岁大了 别跟他一般见识 一毛钱就别要了 谁知 豆腐主叫苦不迭 我早说不要了 可他不答应呀 原来 老绝头家有个黑乎乎的小树根 他要用这小树根抵一毛钱 可卖豆腐的坚决不要 他还要走街串向卖豆腐呢 拉着树根多麻烦 雷教授灵机一动 他花了一毛钱 从老绝头手里买下树根 老绝头又把一毛钱 亲手交给卖豆腐的 这才了结了这场风波 虽说买下了 但雷教授并没打算真要 因为这个黑乎乎的小树根 一点造型也没有 根本不是雕刻的材料 不过 雷教授又怕老绝头再犯绝 就说先让他帮忙保管 老绝头也真实诚 乐颠颠地抱回了家 很快 暑假快过去了 雷教授打算动身回城里去了 临行前 长根把货车开了过来 货车上装满了各种 奇形怪状的树根 这长根刚好是老绝头的侄子 他是跑长途运输的 雷教授雇他的车把树根拉回城里 看着这么多的收获 雷教授十分高兴 他正准备出发 突然 老绝头跑过来拦在车前 非要雷教授把那个一毛钱的小树根也带走 雷教授知道老绝头脾气古怪 如果不拉走肯定会翻脸 他便和颜悦色地说 车上装满了 没地方了 不信你看看 老绝头看了一眼货车 慢条思理地说 卸下一个树根不就有地方了 雷教授连连摆手 不行不行 这些树根可是千挑万选保留下来的 个个是我的命根子 但任凭雷教授如何解释 老绝头死活不干 说山里人向来不占人便宜 这时长根看不下去了 说 你干啥 没看见庄马了 还来添乱 这老绝头终身未娶 一直把长根当成自己的儿子 眼下长根发话了 他立马不敢再坚持了 第二天一大早 雷教授和长根各自开着车 一前一后出了满金玉 刚开了没多久 雷教授忽然觉得叫车不对劲 下车一检查 发现后车胎气不足 这是山区 附近根本没有修车的 而雷教授叫车的备胎也坏了 根本没得换 实在没办法 雷教授打开后备箱 想把一些没用的重物扔掉 以便减轻重量 可当他掀起后备箱盖子的时候 顿时大吃一惊 只见那个一毛钱的小树根 静静地躺在里面 不知什么时候 老绝头竟然偷偷把它塞进了后备箱 这下正好 扔掉它能减轻重量 反正老绝头也不知道 想到这儿 雷教授动手就搬 好家伙 小树根死沉死沉的 根本搬不动 后来长根过来一起使劲才搬下来 扔到了路边 这下轿车轻松多了 两辆车继续上路 途经一个修车铺 雷教授赶紧给轮胎打足了气 并修好了备胎 可没开多久 长根的货车突然停下了 雷教授从轿车里探出头来问 是不是车坏了 长根说不是 前面有东西拦住了路 雷教授下车上前看个究竟 不看则已 一看惊得张大了嘴 咋回事 那个黑曲曲的小树根 居然横在马路上 之前自己明明把小树根 扔在了路边 现在怎么会横在马路上 难道它会飞 没办法 两人下了车 卯足了劲把小树根挪到了路边 长根还狠狠地踹了一脚 这才继续赶路 谁知 十几分钟后 小树根又静静地躺在马路上 这回两个人害怕了 莫非这小树根有什么古怪 他们只好又把小树根搬回了轿车的后备巷 有人要问 小树根是不是真的会飞 小树根哪里会飞呀 第一次雷教授把它扔到了路边 碰巧有一辆农用三轮车经过 车主便搬上车想烧回家 可三轮车没有牌照 是辆黑车 开着开着 忽然后面交紧的急查车 鸣叫着追了上来 三轮车车主心虚 为了不让交紧追上 便把小树根推了下来 雷教授修好车后 恰好就碰上了 第二次更巧了 小树根被雷教授他们挪到了路边 过了一会儿 吹来一股强风 这里是盘山公路 小树根顺着山坡滚了下来 正好横在马路上 雷教授哪知道这些呀 就这样阴差阳错 把小树根带回了省城的工作室 一眨眼 就到了第二年的夏天 雷教授觉得今年有些蹊跷 他的工作室紧邻护城河 往年一到夏天 总是蚊虫飞舞 奇怪的是 今年不但没有蚊子 而且屋子里总有一股若有若无的清香 这天 雷教授无意中看到了之前那个小树根 只见上面有一个拳头大小的洞 再一细看 他不由得目瞪口袋 原来小树根的洞里居然有一块肉 是他半个多月前买的 后来却怎么也找不到了 看样子是被老鼠拽进了树洞 这么多天过去了 这块肉居然看上去鲜嫩如初 要知道现在可是剩下呀 雷教授低下头仔细嗅了嗅 之前闻到的清香 就是这个树根发出来的 看来蚊虫也是被这股清香味驱走的 这到底是什么材质的树根 雷教授是雕刻行家 可以说月树根无树 但这样的树根还是第一次遇见 他决定探个究竟 雷教授拿起电锯 想把树根锯开看个究竟 可电锯刚刚哀上 小树根立马腾起团团黑烟 雷教授吓得赶紧关了电锯 心想怎么这样邪门 再一看 雷教授忽然乐了 之所以冒黑烟 是因为树根表面早碳化了 看来这是一个老树根了 想到这儿 雷教授重新打开电锯 好家伙 真是坚硬如铁 就一个根须 足足花了一分钟才聚下来 聚下来后 雷教授拿来纱纸仔细打磨截面 等到纱纸挪开的时候 雷教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只见截面光滑如镜 遍布的纹理清清楚楚 让人惊叹不已 这到底是什么树根呢 他阴隐觉得小树根非比寻常 晚上回到家 雷教授跟老父亲说了这个奇妙的树根 雷家是雕刻师家 父亲也是有名的雕刻家 当他听完后立马放下饭碗说 走 咱去看看 到了工作室 老父亲迫不及待地冲了进去 等看到聚下来的截面时 老父亲的手竟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 好半天才平静下来 一叠声地说 快 快 把灯打开 就在这时 奇迹出现了 只见聚下来的小小截面 在灯光的照射下发出道道金光 耀眼夺目 许久 老父亲摸缩着树根说 知道这是什么吗 雷教授摇摇头 老父亲置地有生 这是金丝楠木 啥 金丝楠木 雷教授也经叫出生 这金丝楠木可是大有来头 金丝楠木又叫帝王之木 过去是皇家专用的 由于明清时皇家大量使用 清末时金丝楠木就已经绝迹了 一般来说 五百年以上的楠树才会出现金丝 而且树林越长 金丝越多 看这个小树根的金丝 少说也要千年以上 雷教授这才想起来 放肉不符 清香驱闻 古书上都有记载呀 虽说得了宝贝 可雷教授心情反而沉重起来 为啥 乾隆年间的一颗金丝楠木 就值十颗黄金 现在金丝楠木的价格 更是高得离谱了 按理说 应该把金丝楠木小树根 归还老绝头 他才是主人呀 可万一归还后 落入了建立忘义者手里 后果不堪设想 思来想去 雷教授还是决定 把小树根还给老绝头 趁着假期 雷教授把小树根送了回去 一见面 老绝头的第一句话就是 我就知道 你要回来的 雷教授很惊讶 事先没有告诉他呀 他怎么知道的 紧接着老绝头的第二句话 更让他吃惊 你知不是送小树根来了 小树根还在后备箱里 难道老绝头有千里叶 原来老绝头早就知道 这是一个金丝楠木树根 他是故意送给雷教授的 雷教授惊叫出声 这么金贵的东西 为啥送给我 老绝头笑笑说 就因为你是天下雷的后代 天下雷 你还知道天下雷 雷教授惊讶地张大了嘴巴 那可是雷家的老祖宗 老绝头说他不仅知道 而且他和天下雷 还有很深的渊源 故事还得从山村的名字说起 这里不是叫满金玉吗 过去的确遍地是黄金 因为早年间这里 是金丝楠木的故乡 漫山遍野全是500年以上 树林的楠木 虽说金丝楠木数量众多 但山高路险怎么运出山呢 老辈人很聪明 趁山洪爆发的时候 让坎下的金丝楠木顺流而下 再说雷家 当时的名头更是响当当 号称天下雷 祖上几代都在皇宫里负责木雕 有一年 雷家的祖上来满金玉挑选木材 当时500年以上树林的金丝楠木 已经凤毛麟角了 好不容易从深山老林里找到几颗厚 老绝头的祖上砍下来顺水漂流而下 可就在运输途中让土匪劫走了 这可是灭门之罪呀 这时 雷家的祖上站了出来 对皇帝谎称没有找到金丝楠木 这才保全了老绝头的祖上 从此 两家成了市交 雷教授还是很奇怪 问道 你怎么就断定我是天下雷的后人 世上姓雷的人多了去了 老绝头笑笑说 很简单 就凭他 说着拿出一个小腰牌 雷教授一看大惊失色 好半天才说 我 我的传家宝怎么到了你手里 老绝头哈哈大笑道 你仔细看看 你的传家宝还挂在你脖子上呢 雷教授一摸 可不是吗 他的腰牌还好端端地挂在脖子上呢 他仔细看了看老绝头的腰牌 发现和自己的一模一样 上面也写着三个字 玉山子 看见这三个字 雷教授吃惊地问道 难道你是玉山子的后代 老绝头点了点头 原来老绝头的祖上 就是专门给皇家砍伐运送金丝楠木的 因为金丝楠木不是谁都能砍伐的 于是皇家专门制作了玉山子腰牌 而雷家的祖上常常来挑选木材 因此也有一块玉山子腰牌 并且荡成传家宝代代相传 老绝头刚认识雷教授时 就发现他脖子上挂着玉山子腰牌 而且还是雕刻高手 又姓雷 所以断定他是天下雷的后代 知道了事情真相 雷教授唏嘘不已 他想了想又问 既然你知道我是天下雷的后代 那小树根直接送给我就行了 干嘛要绕弯子 雷教授这样一说 老绝头立马紧张起来 瞅瞅四下无人 然后小声说 村里都知道我是玉山子的后代 有人还猜我家藏有金丝楠木呢 为此家里招过好几次小偷 我要明目张胆给你小树根 这不是不打自招吗 怪不得当初非要一毛钱卖给自己 又死其白赖地让自己拉走 原来还有这么一段渊源 不过雷教授还是胆战心惊 假如当初卖豆腐的真的拉走了 早就当柴火烧了 还有自己两次扔掉 多亏了小树根两次挡路 不然早就旁落他人了 老绝头可不这么想 他说金丝楠木的生长期年深日久 吸收了天地之灵气 聚集了日月之精华 只有有缘人才能遇到 雷教授点点头 又问 这么贵重的金丝楠木树根 从哪里找来的 老绝头也不说话 领着他来到村外的一个大坑 说 前年盖房挖沙子时挖出来的 雷教授惊叫出声 你说是从地下挖出来的 原来金丝楠木本来就很贵重 从地下挖出来的金丝楠木就更贵重了 叫阴沉金丝楠木 又称乌木 自古民间就有这样的说法 家有乌木半方 胜过财宝一箱 怪不得这树根表面黑乎乎的 原来是年深日久埋在地下叹化了 雷教授想了想 不解的问 小树根怎么会跑到沙子下面呢 老绝头的一番话 让雷教授惊出一身冷汗 原来挖出小树根的地方 就是当年运送金丝楠木的古河道 雷教授颤声问道 这么说 古河道里可能还埋着阴沉金丝楠木 老绝头肯定地说 当年满河的金丝楠木往下飘 很可能有沉下的或者冲到岸边的 顿了顿又说 知道我为什么把这个祖传的秘密告诉你吗 之前这个小树根就是试金时 雷教授暗暗吃惊 假如自己一时起了贪念 将其据为己有 这个秘密就可能永远深埋河底了 雷教授正案子庆幸呢 老绝头突然跑到院门口四下张望 然后转身关好院门 拉着雷教授进了屋 然后说出了一个更大的秘密 有一年春天 老绝头的祖伤按老规矩 将砍好的金丝楠木 放入山洪中顺流而下 不料当时皇帝忙着剿灭农民起义 哪顾得上金丝楠木呀 这样顺流而下的木头 就囤在了一个叫老鳖弯的地方 这是一个幽自行的山环 水深且缓 等到夏天一过 山洪没有了 老鳖弯也就渐渐干了 这批金丝楠木就沉到了河底 后来就永远埋到了地下 听完这个离奇的故事 雷教授惊讶地问道 这可是天大的秘密 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老绝头说他年事已高 再不说恐怕就要永远带进坟墓了 最重要的是 前几年这一带曾发生过地震 地震过后 有人发现了地下埋藏的阴沉金丝楠木 于是就在古河道里挖 虽说一无所获 可老绝头还是吓出一身冷汗 因为雷教授名望高 人脉广 加上又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老绝头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他 实际上是把保护国宝的千金重担 扑付给了雷教授 许久 雷教授才一字一顿地说 好 我答应你 老绝头带着雷教授来到了那个U型山环 老绝头说 老鳖湾就在这一带 但具体位置祖上没说 也许是为了保密吧 好家伙 U型山环有十几里 又是深埋于地下 上哪儿去找 好在总算知道了大致的位置 这可是一件天大的事 必须想个稳妥的办法 确保万无一失 雷教授决定先回省城想办法 不过临行前他一再叮嘱老绝头 千万看紧了 现在有好多寻找金丝楠木的人 恨不得消间脑袋钻到地下去找 这天雷教授刚上完课 突然接到长庚打来的电话 雷教授接起来问长庚有啥事 长庚说老绝头有事找他 说着就把电话递给了一旁的老绝头 老绝头只说了两个字 快来 雷教授感觉脑袋嗡的一下 别是老鳖弯的阴沉金丝楠木 被人发现了吧 想到这儿 他立刻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快到村子时 雷教授发现老绝头在村口等他 老绝头见了他 四处看了看 说回我家再详细说 两人进了院门 老绝头四处张望了一下 才关好院门 慌慌张张地说 不好了 可能有人发现了 好在只是发现了谷河道 并没有发现老鳖弯 原来 最近谷河道里忽然冒出一个沙场 老绝头怀疑对方挖沙子是假 挖阴沉金丝南木是针 走 去看看 雷教授火急火燎的 跟着老绝头走出了院子 来到了沙场 或沙场里挖掘机 铲车卡车来回穿梭 正热火朝天的干着呢 惯性的是 老鳖弯所在的 U型山环一带还没有沙场 两人顺着谷河道来回溜达 看了半天 发现他们也只是来回挖沙子 运沙子 并不像刻意挖阴沉金丝南木的样子 雷教授说了自己的看法 老绝头却说 白天能挖吗 要挖也是晚上 雷教授想想也有道理 决定晚上一探究竟 吃过晚饭 天黑透了 两个人悄悄来到村外的谷河道 果然 沙场晚上也是灯火通明 挖掘机 铲车忙得不亦乐乎 只是没有了来往穿梭的运沙卡车 看来晚上就是以挖为主 两人决定守株待兔 等呀等 眼看快半夜了 也只是挖沙子而已 两个人转身刚要走 突然挖掘机熄了火 只见司机慌慌张张出了驾驶舱 跳进大沙坑里 是不是真挖到了 两人的心立刻提到了嗓子咽 果不其然 不一会儿 司机从沙坑里探出头来 冲外面大喊起来 头三 快来看 发现宝贝了 司机这么一喊 立马跳下去一个精瘦的汉子 不一会儿里面隐隐传出说话声 小心点 小心点 老爵头急了 当下就要冲过去 雷教授急忙拉住他 这些寻找阴沉金丝难目的 一辈子也许只挖得到一次 现在要是有人赶断他们的财路 他们会毫不眨眼地杀人灭口 两人悄悄躲在一旁 不一会儿 坑里有人出来了 并没有抬上什么东西 雷教授正纳闷呢 只见司机进了驾驶舱 重新发动了挖掘机 挖掘机的长臂慢慢伸进了沙坑 雷教授明白了 阴沉金丝难目沉呀 沙坑太深 人很难弄上来 雷教授猜得没错 不一会儿 长臂上的蝉斗伸了出来 缓缓地倒了一样东西在地上 一节黑乎乎的东西立马呈现出来 侯三指挥几个人浮去上面的沙子 小心翼翼地抬到挖处的大沙堆里埋了起来 奇怪 干嘛不运走 还要埋起来 很快雷教授就明白了 晚上往外拉 一是山路不好走 二是容易使人怀疑 这要是埋在白天运沙的车里拉走 简直神不知鬼不觉 这招实在是高 好不容易到了后半夜 沙场终于停工了 等到那群人全部离开后 雷教授和老绝头才悄悄来到沙堆前 拨开覆盖的沙子 不看则已 一看就傻了眼 他们看见了啥 一块长条形的黑石头 怪不得沉呢 老绝头觉得十分奇怪 一块黑石头有啥稀奇的 干嘛还小心翼翼地埋起来 雷教授细细端详 看着看着 黑黑乐了 这块石头还真是个宝贝 宝贵之处就在纹理上 从上到下似一条长龙盘旋而下 栩栩如生 雷教授立马明白了 原来这些人是看这块石头很特别 就想卖个高价 看来 这些人不是刻意挖阴沉金丝楠木的 这让雷教授稍微放松了些 尽管这样 雷教授还是想尽快找到 埋在老边湾的那些阴沉金丝楠木 那可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呀 为此 雷教授定制了一种专门的工具 钢叉 钢叉有七八米长 能够直插地下 这样寻找地下的阴沉金丝楠木就容易多了 雷教授十分聪明 他定制的钢叉是一节一节的 用石接上 不用石卸下装在包里 这样雷教授背个包转悠的时候 人们还以为他又在找树根呢 尽管准备充分 雷教授还是决定 晚上再寻找老边湾的确切地点 说起来容易 真正行动起来可就难了 老边湾有十几公里长 两公里宽 何况还是深埋地下 雷教授只能采用笨办法 一块一块地方挨个寻找 一眨眼 半个月过去了 还是一无所获 老绝头有些泄气了 说祖上的话是不是误传了 雷教授可不这样看 他仔细查阅了史料 这一带山区的确盛产金丝楠木 祖上的话不可能空穴来风 发现金丝楠木小树根 就是最好的证明 这天晚上 雷教授见老绝头过于疲乏 等他睡熟了 便一个人去了老边湾 他正找着 忽然听见沙沙的声音 这么晚了怎么还有人 想到这儿 雷教授赶紧躲在大石头后面 等了一会儿 不见有人过来 雷教授伸长脖子往外张望 只见不远处有人影晃动 似乎正在地上挖着什么 坏了 真有人发现老边湾的秘密了 来挖宝了 雷教授慢慢靠了过去 见前面是一片沙地 五六个人正挥汗如雨地挖着 领头的正是那个猴三 刚才的沙沙声就是挖沙子的声音 这些人正忙得不亦乐乎 忽然又走过来一个人 说快点干 天亮之前必须完工 雷教授觉得来人的声音有些耳熟 仔细一看惊得张大了嘴 这个人竟然是长根 不一会儿 一个大坑挖成了 又过了一小时 只听下面喊起来 挖到了 挖到了 一听挖到了 长根也跳进了沙坑 见对方的人都在坑里 雷教授便悄悄摸到坑边 探着身子往下张望 好家伙 大坑足足七八米深 下面全是已经探化的金丝楠木 黑乎乎的一片 估计有几十根之多 雷教授顿时心如刀脚 就在这时 下面传来说话声 大哥 你是怎么想到这招的 长根黑黑一乐 小子 学着点 要想发大财 光靠运气不行 还得自己创造运气 接着他详细说了经过 雷教授听了 惊出一身冷汗 他万万没想到 这里竟然还有这样一个惊天大阴谋 事情是这样的 长根是跑运输的 见多识广 之前他就很奇怪老绝头 为什么非要把一个破树根 强塞给雷教授 后来 他在报上看到一则新闻 上面配有雷教授 和那个小树根的照片 标题更是醒目 千年金丝楠木重见天日 这下长根可就留了个心眼 不久之后 雷教授回来送还小树根时 他偷听了雷教授和老绝头的谈话 这才知道村外的干河床 就是运送金丝楠木的古河道 于是就以开沙场为幌子 实际上是找阴沉金丝楠木 至于老鳖湾 买有大量的阴沉金丝楠木 长根道还不知道 有人要问 既然长根不知道 为啥能挖出来 别急 这就是惊天大阴谋所在 因为这些阴沉金丝楠木是假的 长根之道在古河道里 能挖出的金丝楠木不会多 于是他想出了一个更绝的办法 作假 他买来一些楠木 当然这些楠木树林不够 还没有长金丝 他就用化学药品浸泡使其变成黑色 最后埋在地下加速碳化 一旦沙场挖出了真的阴沉金丝楠木 立马再挖出这些假的混在一起 这样就没人怀疑了 那可就发了横财 今晚 长根是来看这些楠木的碳化程度的 听到这里 雷教授不禁又惊又喜 惊的是自己发现了一个惊天大阴谋 喜的是老鳖湾的阴沉金丝楠木 还安然无恙 雷教授正案子庆幸呢 忽然觉得背后猛地被人推了一把 身不由己地栽进了大坑 雷教授还没明白过来 只听有人大喊起来 大哥 这个人一直在偷窥 肯定是发现了咱们的秘密 我把他推了下去 长根一看 见掉下来的竟是雷教授 他不由自主地惊叫起来 怎么是你 雷教授生气地说 对 就是我 好你个长根 看你老是芭蕉的 没想到竟敢偷挖阴沉金丝楠木 偷挖也就算了 你还作假 这可是犯法的呀 此刻的长根已经立于熏心 哪管什么犯法不犯法的 谁要敢挡他的财路 他啥事都敢干 只见他嘿嘿一笑道 雷教授 你看到了不该看到的东西 听见了不该听见的事情 那就怪不得我心狠手辣了 说吧命令众人 给我埋了 这是要泄露出去 咱们都得完蛋 这帮人立刻在旁边挖了个坑 架起雷教授 把他推了下去 长根冷冷地说 田沙很快 沙子便埋到了小腿 大腿 突然雷教授喊了起来 慢着 长根让手下停了下来 皮笑肉不笑地说 怎么雷教授 还有话说 雷教授诚恳地说 长根 咱是老相识了 过去我没亏待你 是不是 听雷教授这么一说 长根面容和缓了许多 他蹲下来说 雷教授 你是城里人 又是大教授 可一点架子也没有 还记得我上次帮你拉树根吗 你死拉硬拽 非要请我到你家里吃饭 我知道城里人都不喜欢往家里带人 更别说吃饭了 你是把我当成了亲戚 说实话 我真不该 说到这里 他的眼圈泛红了 但是 长根画风一转 这件事情太大了 我的身家幸运全压上了 不能出现一丝闪失 实在对不起 说吧 他把脸别了过去 看来今天彻底完了 不过也好 老编湾埋着千年的阴沉金丝楠木 有这些宝贝陪着 也算是死得其所 雷教授正闭上眼睛胡思乱想呢 忽然沙坑里扑通跳下一个人 嘴里大喊着 好吧 要埋脸我一起埋了 雷教授睁开眼睛一看 跳进坑里的不是别人 正是老绝头 你怎么来了 雷教授吃惊地问道 原来老绝头睡到半夜 发现旁边没了人 就知道雷教授又到老编湾寻宝了 这黑灯瞎火的 老绝头实在不放心 这才寻了过来 剑侄子长根下了狠手 这才义无反顾地跳进坑里陪葬 长根万万没想到 半路上杀出个老绝头 他赶紧蹲下身来好言相劝 老绝头倒也干脆 要埋一块儿埋 要放一块儿放 让长根看着办 面对一直把自己 当儿子看待的亲叔叔 此时的长根 就像手上捧着一块烫手的山芋 放了吧 自己的发财梦可能要破灭 不放吧 坑里可是亲人 桃绿良久 长根忽然对侯三喊道 带两个人下去 把我叔扛上来 长根要侯三他们 把老绝头硬拽上来 侯三等人刚下到坑里 只听老绝头一声抱贺 看你们敢 说着掏出一把随身携带的刀 横在脖子上 长根见了 哈哈大笑道 侯三快动手 这是唬人啊 话音刚落 老绝头手里的刀 已经嵌进了肉里 顿时脖子上见了血 再不住手就可能割断气管了 这毕竟是自己的亲叔叔呀 平时带自己也不薄 长根剁了剁脚 万般无奈下 只得把两人都拉了上来 老绝头怕长根耍花样 斩钉截铁地说 长根 你要是再敢对雷教授下黑手 我就一头撞死 你信不信 看着老绝头决绝的神情 长根只得点头答应了 其实长根压根就没想真的埋了他们 他毕竟只是求财 要是弄出人命 性质也就变了 原本他只是想吓唬吓唬他们 怕他们走漏风声 等这单生意做完再放了他们 可现在怎么办呢 长根想了想 就有了主意 长根暗地里还开了一个木材厂 这可是有目的的 国家对木材运输有严格的限制 沿途设有好多林业检查站 就是挖出了阴沉金丝南木 也很难运出去 有了木材厂这个合法的掩护 林业局就会发放通行证 现在 长根想起木材厂后面的山上 有个山洞 把两人藏在山洞里不就完了 等得守了再把两人放出来 为了防止两人逃跑 长根还特意焊了一个铁栅了 死死封住洞口 然后才率领众人离开 看众人都走远了 老绝头这才转过身对雷教授说 长根是怎么知道 老边湾满有大量的阴沉金丝南木的 这是只有咱俩知道呀 雷教授告诉他 长根根本没有发现 他只是在作假 为了加速探话过程 才把南木埋在老鳖湾的沙土下 这就好 这就好 只要不知道老鳖湾 埋着大量的阴沉金丝南木就好 老绝头长出一口气 两人正在里面说着悄悄话呢 不料却被外面的人听到了 谁 长根 长根不是走了吗 是走了 但走着走着 他忽然觉得不对劲 深更半夜的 雷教授来老鳖湾干啥 雷教授来也就算了 叔叔这么大年纪怎么也来了 难道 肯定有事 想到这儿 长根打发走众人后 自己又折了回来 正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当长根听到老鳖湾 埋着大量针的阴沉金丝南木时 他吃惊得差点叫出声来 要知道 一根阴沉金丝南木就价值上千万 老鳖湾下面埋了这么多 那价值得数以一计 可老绝头竟然告诉了雷教授 而瞒着他这个唯一的亲侄子 你不然也就莫怪我不义了 最重要的是 如果把两人放了 老鳖湾的秘密也就保不住了 这回长根可真起了杀机 哪怕是亲爹挡路也不行 长根计划三天后 在两人的饭菜里下毒 之所以选择三天后 毕竟有亲叔在里面 长根打算让两人临终前吃几顿好的 死了也落个饱死鬼 也算是当侄子的一片孝心吧 接下来的三天 长根格外小心 他顿顿大鱼大肉地送过去 知道老绝头就好喝两口 还搬来一箱好酒放进山洞 很快三天过去了 这天晚上 长根又来送饭 特意做了老绝头最爱吃的红烧肉 不过里面放了老鼠药 老绝头和雷教授根本不知身临险境 尤其是老绝头 还气呼呼地对雷教授说 吃不吃白不吃 眼见两人端起了碗 突然传来一声爆喝 长根你好大胆 敢把人锁在山洞里 长根扭头一看 顿时吓得魂飞魄散 雷教授和老绝头也吓得手一哆嗦 碗啪地掉在了地上 原来是警察赶到了 在警察凌厉地逼问下 长根没办法 只得竹筒倒豆子 把事情的经过一一全抖落了 最后不甘心地问道 你们是怎么发现的 警察哈哈大笑 一番话说得长根目瞪口呆 原来 这几天一到晚上 山洞里就发出亮光 山下的村民看得真真切切 有胆小的村民以为山上闹鬼 就跑到派出所报案 碰巧派出所这几天 正在抓捕一个逃犯 听说山洞里晚上会发出亮光 他们猜测会不会是逃犯 在生火做饭 于是寻了上来 没想到把长根给捉住了 奇怪的是 自从雷教授和老绝头得救后 到了晚上 山洞再也不闪光了 山里的百姓传得神乎其神 都说雷教授和老绝头是神仙附体 这才出现如此灵异的事情 只有雷教授心里清楚 这是金丝南木显灵了 就是那块传家宝 玉山子腰牌救了两人的性命 那腰牌可是用上等的金丝南木制成的 夜晚在灯光的映照下 能发出道道金光 山洞里本没有灯 可那几天晚上 天空中总是电闪雷鸣 腰牌在雷电的映照下 更是熠熠生辉 这就是山下的人们 能看见山洞里闪光的原因 很快 长根被判刑入了监狱 自此老绝头一并不起 不久之后便可然尝试 雷教授悲痛语绝 说到底是自己害了他们呀 为了赎罪 他把那个阴沉金丝南木小树根 悄悄埋在了老绝头的坟里 现在只有雷教授知道老鳖弯的秘密了 可他却永远埋在了心底 因为他知道秘密一旦泄露出去 将会引发一场更大的血雨腥风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 欢迎订阅和分享